封关今天收黑 这个礼拜 这个月都呈现了大跌 所以完全是处在沮丧失望当中 也许讯号就是这样 你看 月红来 请上来 期货空单超过三万口以上 两天了 而且外资真的不客气了 他知道我们要放假11天 借这么多的股票出来 这完全就是怕11天有个国际万一的 但待会月红帮我解容 你看把股票借出来 真的卖出去 有两天就超过了100亿以上 我直白的问 有没有一些等时空单 而不是纯粹避险单而已 这些好坏 但特别来了 普通价值今天封关 跳到106% 第二个阳光光股 就算没有买百亿 这两根条也是有意思的吧 所以问您买了这么多天 第三个阳光讯号 月盘就这么硬生生的 游黑翻红 昨天有福星明哲 今天玉衡也算是福星了嘛 月盘跳得好高 第四个跟您说 美股开盘前有美股期货电子盘 刚刚玉衡不是讲了吗 纳萨克来 纳萨克在这 纳萨克喔 他说如果能够涨回万五 一切就妥当了 现在大涨100多点 涨幅1.23% 它是被突婴狙击的第一个主角 纳萨克喔 所以第五个阳光讯号再搭起来 美欧股全部大涨了 德股法股 德国股市大涨1.8% 法国股市全面进阳1.8%左右 所以看起来阳光讯号今晚 我好希望明天开盘喔 好讨厌喔 阳光讯号比较多啦 麻烦您解读 好那我们先从这个借券部分开始 虽然他借券这么多 确实是不是除了避险单以外 有一些时空单 我觉得确实是有这样的机会 对 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们看到 外资基本上在最近 就是所有的这个 可以放空的东西都去做了 对啊 所有的这个反向都买 对 所有的反向都买 期货也空 选择权也空 借券 直接做一个借券卖出 对 所以确实是有一些时空 当然我觉得整体来看 应该是避险的比例 还是占比较大 因为他们现后部位 其实真的蛮大的 或许就像月光说的 外资啊 空空空 有什么东西能空 你就空 所以你看我们的实力就来了 头信买什么 股价就真的买起来 还有八大光股行库 那请问八大的意思 好八大的部分 其实只要是盘中 有这个重挫大跌 两三百点以上 我觉得他们基本上 就会站在买方 但是今天收红盘 我觉得他们还是站在买方 我觉得是还是一个 我觉得比较好的现象 当然因为今天没有大跌 今天是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 他今天还是买了二十亿左右 我觉得是还可以 那这个两个条案 大买百亿是在三天当中 发生两次 总有含义吧 对我觉得他大买来 刚好就是跟外资做一个对作 刚好外资这两天都是大空台股 那我觉得他们在这边 去做一个低接 然后把台股的全职的重心 去把它揭起来 我觉得有一点点护盘的味道 护盘 对 护盘的味道 护盘的味道 来我们刚刚那个九点证 不是有一个标题吗 政府基金说什么 护盘基金说 放假的十一天 一天都不会松懈 盯着国 紧盯着国际情势看 如果有个万一 我们钱都传后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看到这个 又看到了标题 帮我大盘日K 我要个答案 如果真的政府已经淫淡 准备好了 请问这一条的半年线 这一条的年线 我写一下位置 年线是17043 半年线是17435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写吗 因为跟我们高度镇相关的废半 是破了年线 废半已经在这了 那政府守护者 请问年后这个半年线 守不守的注明的答案 我觉得即使 因为假使刚才这个大鹰的 这个状况有出现 或是真的很多利空 来去打大鹰没出现 如果大鹰没出现的话 好那假使真的有去碰到的话 我觉得也是有机会 比如说盘中碰到 再把它守住 我觉得是蛮有机会的 所以如果是像奇展说的 小鹰或小哥的话 应该呢 半年线有机会撑住 就即使有去碰到 我觉得也会有很强力的反弹 好 最后结论问一下了 现在的欧股攀遷的美琪 以及夜盘的大涨您何解 其实我们可以看 今天的这个普空位置的位置 我们看一下前一天 其实在1以下算是 我们知道是比较偏空 我们站在卖方来看 那其实今天已经弹回到1以上 所以我认为说 在跌升之后 确实是有机会走一个反弹 是蛮有机会的 那德法股欧洲股市 您觉得大涨跟夜盘 我觉得在台股的夜盘 跟这个德法欧洲股市 还有美国这个电子盘 我觉得都有一点点去反映说 今天晚上这个 包吾的这个谈话 可能不会有 让市场非常意外的 这样子鹰派的一个讯息出来 我觉得他们有开始 在做一些比较乐观 跌升反弹 这样子的概念 帮我秀一下 刚刚旗展那个 大鹰 小老鹰 还有小哥 所以咯 欧股的大涨 夜盘的强拉 盘前的美琪也在进阳 我告诉你 包括的油价都在涨 所以应该今晚大家认为 应该是这个或这个的几率比较大 从目前现在的这个盘后表现来看 是这样的没错 是这样 感谢月航 非常谢谢您了 而且呢 月航有讲 微型的NASA各企货 盯着一万五千点看 现在如果有办法在万五之下 慢慢靠拢 也是个肯定 所以我们开始稍微整理一下 今天的空单 不好的是 以这个空单来看 包括了借券 刚刚月航明说了 真的有一些的时空单 因为呢 十一天 如果有个万一 他的时空单会把大盘往下踹了 可是话说回来 现在的国际盘 还有涵盖了 夜盘啦等等啦 美股的盘前全面都大涨 德法股市也都大涨了 原来就是在期待 今晚的零种会的开会 应该是小老鹰或小哥 就算有升息速度等等 都是按schedule走 不会是忽然间的 一月底就要升息了 因为poco ratio值 也在告诉您答案了 网上爬到百分之一零六 所以十一天 我们也不用自己吓自己了 盯着讯号看 二月七号总会有答案 以上的结论 月光正确吗 完全正确 感谢您了 说到了答案 我们赶快报告一下 今天的外资 外资来连续两天的卖超 这么一卖 今天如果要找到外资跟投信 同买的不多 只有三档中信金控 利基电 昨天熟房姐才解了 利基电的法说 比想象当中来得好 还有富财是同买的 对座部分 长龙 海运 华航 鸿海 台积电 宏基 这是对座的 那请长龙大哥上来了 两个重要的 今天最新的消息 先跟您追 一个是群创 群创就在刚刚对外说明 他说今年群创公司的营运 是神圣乐观的 因为三宋退出了LCD 在LCD面板价格逐渐的稳定下来 这个消息您怎么看 好这个 陈也是韩国厂商 拜也是韩国厂商 怎么讲呢 面板 如果你拉长时间看 今年应该说去年 去年上半年 他之所以能够长这一段 主要原因就是 韩国厂商退出传统的LCD 这样子的一个领域 那市场就留给我们台湾 后来呢 大家发现 那个韩国厂商就发现 面板价格太好了 就不退了 不退了就完了 再加上中国大陆 又加入竞争 所以现在变得 就是说整个台湾的面板业 都只能期待韩国厂商 你是不是真的要退出 因为韩国 大家都知道以三星来讲 现在都推那个 什么QLED 对吧 或者OLED 所以他们慢慢在放弃 传统的TFTLCD 那我们台湾就是TFTLCD 可是大家想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常讲 科技是一直进步 是面板的这个科技 也是在进步 我们最近常听到 就叫mini LED 或者未来的micron LED 所以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TFTLCD 你会发现应用市场会越来越小 现在变得只能用在车子 可能连电视这个市场 都会被取代一大半 所以以中长线的角度来看 为什么我们看一下 最近的群创走势 看一下操作了 来群创 为什么群创的走势会这么弱 明明本益比很低 可是股价为什么这么弱 原因就在于大家对于明年 就是新的金虎年 二零二二年的展望 有一点偏悲观 就是二零二二的今年 赚不会像二零二一那么好 对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赚 都是去年的赚 可是今年的面板价格跌 再加上韩国厂商到底要吹不吹 不知道 所以变数还蛮多 好那清调我要个答案 群创有答都一样 请问年线在这半年线在这 季线在这群创有没有先叠 先止叠的味道来有答 有答轻调看一下有答 年线半年线 有没有先叠先止叠的味道 请说 基本上我觉得 如果我们要看这个技术分析 这根本就是标标准准 已经走空头了 我们常常讲均线 如果在上面就不好 我们希望买的股票一定是这样 然后均线在我们的下面 然后我上去对吧 那这个我能上多高就不知道 但是像这样子呢 任何的反 如果我们遵照技术分析 他均线走空任何反弹 理论上是应该要先减码的 因此呢 您只视为叠身的反弹 要赚只有赚小小的价差 因为他比较没有未来 他没有愿景 他没有像什么 未来我要布局什么什么的愿景 所以叠身反弹的 友达跟群创 是有赚到价差就跑 对 没错 没错嘛 好 接下来南亚科 南亚科今天召开了法说 会由去年EPS创下三年新高 今年的释放审慎乐观 解读 好 南亚科他角色成型单也算不错 但是呢 一样的状况 我们都要查关键的数字 就像昨天的联电一样 联电你看都很好很好很好 一样 你看到关键数字计减 完蛋了 今天的联电就跌六七趴了 所以这个季减其实是不好的 理论上来讲应该是科技股 一季比一季好 好到2020年的第一季 而且跟您报告 这个季减所指的就是第四季 跟第三季做比较 他在下滑的 往往科技大厂 第四季可是旺季 对 没错 竟然是季减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注意关键是资本支出 现在你看到的资本支出 都不一定是好的词 好像一样是举联电 因为他们都半导体 昨天的联电一样 我要大举增加资本支出 可是大家都知道 今年下半年可能今天就不缺了 明年可能就功过于求了 那你今年增加资本支出 是要增加到什么时候才会跑出来 两年后 那你两年后不是已经功过于求 又又更严重了 那现在也是一样 理论上低润现在的市况 只是说我从功过于求 慢慢稍微拉近一点 他这里面有讲这个合约价的跌幅 快速收斂 意思就是说 我本来功过于求很大 所以合约价跌很多 我现在慢慢收斂了 就代表工需差不多快平衡了 可是如果这个资本支出再砸下去 我相信不会只有南雅科砸资本支出 又功过于求 所以就会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南雅科的K了 我们检视一下操作了 操作也是一样 其实你南雅科时间稍微长一点 你会发现他的走势很像一档股票 叫美光 美光 你看他从十月份长这一段到下来 你如果都不动 你看美光大概就长这样 好像 基本上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南雅科是很有国际观的 他基本上都是跟着美光跑 所以你未来 你看不到南雅科 因为休息十一天 你就看美光 美光如果长 他就有机会长 所以放假十一天 如果美光是红的 走出了上升轨道 那他会年后就会长 OK OK 太好了 讲到了年后 趕快进入到成龙大哥的重点了 农历年后股价都是反映未来的 农历年后会流行哪些题材 您挑三个 好 我刚才讲都上帝关门 主要这个门就是当然电子的大门 大家都比较多做多电子股 可是电子股 过去这段时间操作 绩效都不是很好 很多人被迫报股过年 就是套牢了 那我们要讲 就是说其实新的一年 不是什么都不好 会开很多窗 窗就是比较小 但是呢可以开好几个 而且有曙光有机会 对对对对 好 那我稍微讲一下 譬如说现在大家防那个Omicron 防到已经不太想防了 对吧 我看那个最新数字 昨天法国 法国这个人口有很多吗 也没很多 他一天确诊五十万 五十万 所以所以你就知道 那个数字有多大 大到已经懒得防了 西班牙也说他不要防了 很多都不要防 像迪士尼也说 不用戴口罩了 等一下等一下 说实在我最近在思考这个问题 欧洲已经把它视为流感化 但某一种说法是说完蛋了 美欧国家已经完全 我们恐失控了 控制不了 既然我控制不了 干脆就说流感化了 我不防了 这个是很严重 哪一种 对 当然以疾病管制的角度来看 陈时中部长一定说这样不行 对啊 但是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我们是看数字的 也就是说当民众自觉 已经觉得就不想防了 连疫苗也懶得去打了 打了也得啊 对不对 那就干脆就算了嘛 我就走出户外了 我们就这样问 十一天的放假 瑞涵你有沒有去哪里玩 十一天的放假 我是没规划 但是你叫我十一天都待在家里 是没可能的事情 一定会走出户外 一定会你已经憋两年了 你已经憋到不行了 我那时候你知道吗 大家都锁在家里面 我就说妹妹 我们出去走一走 妹妹问我说 妹妹要去 妈妈要去哪里走 我说到楼下 7-7晃一晃也是晃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会发现这两三天 其实这两三天股市就有在反映 你看那个之前 这个大家躲在家里的时候 有一档股票叫富邦美 MOMO 网路购物对吧 你看到最近的股价走势 富邦美网购 有没有 这个叫做什么 大家要走出户外 买东西要去百货公司买 去晃一晃也好 所以他的股价大跌了 OK OK 所以这个就告诉你 就是说 这个就是趋势的扭转 那走出户外 当然就很简单 我去餐厅吃饭 我要稍微买一点衣服 因为有一点应酬了 对吧 因为以前在家穿睡衣就好了 对不对 就不用修肩服就好了 接下来我要应酬 要有一些饭局 我要开始奢侈品啊 什么时候可以戴在身上 但是尽量不要群聚啦 对啦 对啦 少一点人 对啦 对啦 我们还是讲股票 疾病管制要听这个 我们中央的指挥 卫福部讲话 对对对 那住啊 行啊 还有观光 讲到这个观光 你看那个台湾有一些旅行社 那股价实在是好久没有反应了 对吧 对啊 但是你要他跌 他也跌不太下去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大家很清楚嘛 这个是暂时的 你总不能憋着永远不出国 对吧 而且等到哪一天开放出国就爆发性 所以我的意思说像这个都是窗 什么一些饭店啊 或者是一些旅游 第二个 就是说美国商会最近有讲 他对台湾的忧虑 台湾今天很好 什么都好 唯一忧虑的就是 电可能不够 因为你要想嘛 这个台湾的半导体厂 台积电一直盖一直盖 台湾盖一座半导体厂 你知道要用多少电吗 台湾的总电量两趴 蛤 对 是哦 就譬如说 台积电两奈米的厂盖下去 可能就要用到两趴了 就全台湾用一百度的电 有两度就台积电 对对对 台积电自己这家企业 如果所有厂加起来 可能要用到十趴的电 吓死人了 所以台湾未来的用电 一定是水挡船高 还有我们还没有把电动车算进去 台湾如果电动车普及率再拉高的话 就要用电了 难怪郭台铭先生会说了 这个一定是会缺电的 对 那如果欠电 那我们现在政府努力的方向 不就是风力发电 对 所以风力发电的股票 很有可能在今年夏天又会流行 年后了 对 讚 那第三个 第三个当然这个就是 这没有办法 我们要打通膨 就得升息 这是几乎是没有 没有疑虑的问题 所以你也认同今年是升息年 绝对 绝对升息 一定升息 升多升少而已 那升息就是受惠在这些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靠升息吃饭的 银行啊 售嫌啊 销金 销金就是信用卡 很多人信用卡 如果你余款没有缴清 就开始循环利息 利息 利利利利利利息 租赁业 这个很重要 他讲到这个字 我还是要教大家一下 很多人会念租赁业 不能有编没编 租赁业 中租也是租赁业 对 租赁业 譬如说租车 你要出去玩合运租车 什么租车以外 你还会贷款买车 这些都是租赁业 这都会变好 所以他们收的这个利差变大了 形成升息下的最佳 对 当然 没错 好 崇洋大哥 谢谢您先请回座 因此呢 那相关的三 三善大窗 其中涵盖了这么多的小窗 请问那现在 标的崇洋大哥帮您拉出来了 二月七号开红盘 期待他们有机会 蠢蠢欲动 当然呢 还有一个开红盘 因为呢 我也不知道十一天 拨波得快 现在也不能拨波 你知道吗 因为呢 防疫的关系 所以二月七号 十一天过程当中 到底如果国际情势怎么样 台股会怎么样 所以呢 三种情境哦 感谢崇洋大哥 你看 大音啦 然后升息啦 小哥也出来了 跟其他有点像 进广告 回到现场之后 让他沙盘推演